这绝对是我今年玩过的最傻的一款游戏 你永远都想不通为什么战斗民族能做出这么傻雕的游戏来 游戏的名字叫做北极男孩 是我们之前玩过的两难一屋的开发商制作的 神奇的是这款游戏居然收获了多半好评 玩家认为每个30年老血栓是做不出这款游戏的 游戏宣传有漂亮的图形 电影过场动画 骑雪地车 搜索棍棒 专业演员的声音 不是其他的我都可以理解 你这个搜索棍棒是有什么好宣传的吗 主角的名字经过我去查翻译叫利奥哈 游戏剧情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程序员利奥哈的感人故事 有一天他通过一个玩笑的地方遇见了一个女孩 但是他本以为利奥哈根本不会笑 拿一包面包卷装上雪地摩托 然后长途跋涉到公主那里 是不是就算我读了一遍大家也完全不知道剧情 没关系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游戏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主界面给我的感觉还不错啊 有一种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感觉 刚好看到右边的按钮里面有一个继续 点完之后游戏界面就卡在这里不动了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我一进来就能点继续游戏 反正这一上来游戏就给我一个下马威 让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里就算是彻底卡死了啊 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游戏才能走出这个死循环 可以看到游戏呢告诉我们有五个章节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 2021年斯瓦尔巴群岛的某栋小房子里面 我们的主角利奥哈正在家里搞网恋 从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网恋真的很开心 大家好 我住在巴伦斯堡 很好 是吗 我是一个女人 太酷了 我可以带些东西吗 尽管乔麦可能不会让您感到惊讶 你有面包卷吗 我要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死在这里 当然有 有适合您的一切 我这路上 非常感谢 巴伦斯堡只有两栋房子 矿井是开着灯的 等着你 看样子主角是网恋成功了 他跟女网友约好了见面 于是高兴地在家里跳起了 麦克尔杰克逊的Threler舞蹈 你们敢相信他的职业是个程序人吗 虽然舞跳得还不错吧 但是看他的样子我好想扁他一顿 接下来主角要去商店买食材 因为他约好了要给女网友带面包卷 此刻开始玩家终于可以自由操控了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游戏简直是太烦人类了 明明现在可以自由行动了 但是我就在家里面走了几步 然后系统就突然提示我死了 而且死于心脏衰竭 我就很奇怪 这难道是游戏出什么bug了吗 接下来游戏又要重头开始 又要重新看一遍剧情 我以为刚才的死是因为我回到家里了 于是这次我直接离家远去 但是没走几步路马上又死于心脏衰竭 我一度怀疑这游戏是不是出什么bug了 经过了几次尝试我终于知道了 原来这个主角他是有一个体力条的 而且体力条消耗速度非常快 所以玩这个游戏连走路都是一种奢侈 稍微走几步你就得停下来 不然这个主角就死于心脏麻痹 可以说我从来没在任何游戏里面 见到这么脑残的设定 但是这可能也体现出了主角确实是一个超级大肥宅吧 不过最终我还是有所发现 当你面朝某个方向移动的时候 你的体力消耗值会变低 有时候是倒着走 有时候是侧着走 有时候是正面走 我懂了 这个开发商肯定是想拖延我们的游戏时间 然后游戏的第一关 我就基本上就是这么倒着走的 一直走走走走到了一个山坡上面来 然后游戏画面突然跳转 我们来到了第二关 第二关我们在一个山谷里面 要步行去商店嘛 你甚至还能看到刚才下坡的梯子 这梯子我估计起码有几百米高 这个游戏还是有一点细节的 当我们主角在这个雪山谷里面走的时候 还在雪地里拖出了一条沟 然后我跟大家说 这段雪地山谷的路很漫长 在山谷的尽头又可以看到一把梯子 到达梯子就会切换到下一张地图了 可以看到商店就在不远处 然后在这个一片白茫茫的地方 你还要倒着走过去 倒着走的时候 你还要注意路标 不然的话就走错方向了 因为这个游戏里面走路真的是很痛苦 我觉得跟死亡割钱有的一拼 就这样我慢慢的挪动到了商店面前 在其他正常游戏里面 只要十秒钟就能到达 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我花了十分钟 而且这个大商店肯定也是 游戏引擎里面自带的素材 因为这个商店跟我们之前玩过的 《恐怖麦当劳》里面的商店一模一样 这么大的商店里面也只有一个收音员工 在这么一个孤独的商店里面 难道你不感到害怕吗 一个人在店里还戴个墨镜 你在装什么酷 然后我们的目标任务就变成了卷一套 说实话刚看到这个任务名字的时候 我是很懵逼的 我怎么卷一套啊 后来才知道其实就是在商店的购物架上面找 果然我在商店里面发现了一盒与众不同的零食 这就算是卷一套了 然后又让我们拿棍棒 我开始还以为是地上掉的这个法棍面包 后来才知道货架的角落放着一双筷子 这个就是拿棍棒 艰难的买好了卷一套和棍棒 然后我们就付款回家了 本来之前我们在网聊的时候说的是面包卷 但实际上主角买的这玩意儿是寿司卷 而且售货员还告诉我们一定要支付双倍的费用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不知道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终于在商店买完了东西 我们可以回家了 然后我们要慢慢的倒着回家 当我们走了很远的路回到山谷里面 主角又收到了一条信息 原来是网恋对象发过来的 他让主角带上两套棍棒 不过呢其实是两双筷子啊 但是刚才在商店里面我们只买到了一双啊 然后接下来的任务又变成了回到商店 我的妈呀 怎么会有这么傻的游戏流程 为了通关这个游戏 我又只能往回走 好不容易我们又回到了商店门口 店员告诉我们超市已经关门了 不过幸运的是 他带了一双筷子出来 然后我们就有了两套筷子了 然后我们又要往家的方向走 这游戏是把玩家当傻子吗 来回溜啊 走了很长的时间之后 终于回到家了 主角在家里准备好了寿司卷和两双筷子 大功告成 接下来就可以和网恋对象见面了 还好这次我们不用走路了 主角骑上了他心爱的雪地小摩托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精彩的滑雪关卡 其实这个地方的难度也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在这边死掉的话 系统就会提示你一句 丢人现眼 你毁了寿司卷而死 好吧我们还是别丢人现眼了 主角带着寿司开着车 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人 一动不动的就像个丧尸一样 但没想到这家伙原来是个活人 而且这个人好像还认识主角 他问主角要去哪 主角告诉了这个丧尸到巴伦斯堡 丧尸建议主角今天不要去那边 因为天气越来越差 天也已经黑了 但是主角为了见网恋对象坚持要去 丧尸朋友看到他这么固执 于是也只能跟他道别了 就这走路姿势感觉像两个憨憨 主角继续骑着心爱的小摩托出发了 但是天色已经逐渐的暗了下来 主角的摩托骑着骑着突然就没油了 在半路抛锚 这下天寒地冻的 主角只能在这个地方过夜 由于天气太冷 我们要在周围收集十根棍棒 这次是真的收集棍棒啊 不是收集筷子啊 还是按照走几步传几步的节奏 花了很久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十个树枝 主要是这个游戏里面走路实在是太困难了 然后主角在大雪之中生了个火堆 本以为可以平静的过夜 但是祸不单行 森林里面钻出来一只北极熊 还好之前的僵尸朋友又出现了 他让主角赶紧跑 然后自己去拦下北极熊 从走路姿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僵尸朋友的实力应该是很强的 不信的话看一眼 然后主角就决定赶紧逃跑了 看来北极熊确实不是什么好惹的 正当我以为主角要带上寿司一起跑的时候 他抄起了一双筷子 然后徒手跟北极熊搏斗起来 他连续精准的插进了北极熊的脑袋里面 活生生的把北极熊给插死了 不是这个剧情是这么演的吗 第二天天亮之后主角也活了过来 浑身是血的主角带着寿司离开了这个地方 游戏也来到了最后一章 我们要走到女网友安娜的家里面 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就知道有多么远 走了半天我在走到安娜的家门口 主角敲响了小木屋的门 但是从里面开门出来的却是一个男人 而且这个男人的黑眼圈看上去好严重啊 走路姿势还这么拽 主角感觉稍微有些尴尬 但还是问了安娜在不在家里 男人竟然说安娜在家 说安娜身体不舒服 还问主角有没有带来寿司卷 满身是血的主角只好把寿司卷交到了男人的手里 而且这个男人还问主角第二双筷子在哪儿 用叉子他妈的 尴尬的主角竟然提出想跟男人还有安娜一起过夜 男人告诉他旁边有一个汽车旅馆 让主角去那边过夜 没办法主角只好答应了 最离谱的是走的时候 男人还让主角把垃圾顺便带走扔了 真是攻击性不高 侮辱性极强 透过窗户主角看到了房间里面的二人 这个男人正在和自己的网练对象 吃着主角用血带过来的寿司 这么一想主角真的是气不打一出来 然后主角就把门口的垃圾袋提走了 先把网练对象把垃圾扔了再说吧 而正好在垃圾桶的旁边放着一把斧头 主角拿起斧头心里产生了新的想法 他缓缓地走向了网友和男人的房子 没想到自己号称网练教父 居然被这两个人渣给骗了 主角越想越气 拿着斧头直接冲进了房子里面 男人还没缓过神来 就被主角两刀给砍死了 而看到自己的网练对象 居然是这么一个大妈 那我走 主角上去一斧头 把网练对象也给解决了 最后主角放火烧掉了这栋房子 杀完人之后主角也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花掉身上所有的钱 到旁边的汽车旅馆里面休息了 主角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总体来说 这款游戏讲述了一个 曲折离奇的网练故事 连网练教父都会被骗 所以我只能告诉大家 网练有风险 见面需谨慎呢 另外就是不要再欺骗一个舔狗的感情了 好吗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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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